多位金门县的民意代表正在北京访问 昨天拜会中国国台办主任宋涛 当面争取开放中国团客赴金门旅游 而两岸旅游似乎也露出曙光 福建省宣布恢复受理居民 申请赴马祖旅游通行证 最长可以在马祖停留十五天 呼叫中国海警一四六零八 中国海警一四六零八 中国翠遇期结束大量渔船涌出 海域作业繁忙之际 再由中国海警船入侵金门限制水域 四艘中国海警船二十一号 分别在上午下午两度 从金门复兴与宅山 廖罗 以及北定岛南面四处闯入 深深进行常态化执法巡查 沃海巡出动四艘巡防艇警告驱离 双方各将持两个多小时 而国民党立委陈玉珍 陪同金门县议长红云点访团 正在北京访问二十二号下午 拜会中国国台办主任宋涛 当面争取开放中国团客赴金门旅游 并表达希望恢复两岸观光的期待 论会正向看待乐见启程 两岸旅游似乎出现曙光 近年四月宣示要开放居民赴马祖旅游的福建省 二十二号也正式宣布 恢复受理申请赴马祖个人旅游或团体旅游通行证 旅客可经由小三通出入境 最长可在马祖停留15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